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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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横扫南越和西欧各部 而在这50万人的构成中 原楚国的降军就有20万之多 加上临时蒸发的 曾有逃避差役记录的百姓 地位低下的坠绪和小商人 也就是史书记载的 发诸长孤亡人坠绪古人为主 这50万大军里 真正隶属于那支纵横天下百年的大秦铁军的 其实只占核心的少数 这样的搭配 像极了后世的俄罗斯 征服西伯利亚 和英国往澳洲流放罪犯 50万南征大军 看着树木惊人 浩浩荡荡 其实真正的战力 远不能和扫灭六国 北征匈奴的主力秦军相提并论 所以南征百岳的现实 可以说真的很骨感啊 自古百岳就是一块南啃的硬骨头 加上百岳人占据地理优势 利用丛林做掩护 善用暗器和陷阱 习惯在开阔战场正面拼杀的北方秦军 陷入无比被动的局面 伤亡之惨重 甚至差点全军覆没 主帅徒虽还被毒箭射中 坠马而死 而且当时秦军还面临着一个更严峻的粮食补给问题 公元前219到214年 为了解决运粮问题 秦始皇派人开凿了灵渠 灵渠的修建 使得中原和属地之粮 能够顺利运往百岳诸地 最终 这场战争历史九年之功 浮尸流血数十万 继任的主帅 任敖和赵驼 才算平定了百岳大帝 中国各朝人口 一书中记载 五十万南征秦军 这时也只剩下大约十万人 百岳的原住民 也从之前的五十万左右 打到只剩下了三十万 公元前208年 关东六国纷纷起兵复国时 任敖 赵驼两人数了数 就剩这么点人 北援秦朝可不是去送死吗 加上对秦二世 以及赵高等人的不满 任敖 赵驼 直接就装成没看见 彼时重病再深的任敖 更加担心中原战火 最终会波及到岭南 命令赵驼 立即封锁岭南与中原的三个重要关口 秦朝灭亡后 任敖北望流涕 终治抑郁不治而死 副帅赵驼则正式接管 岭南三郡的军政大权 赵驼本来就是原兆国的真定人 对秦二世也谈不上多忠心 早年任敖就曾经跟他说过 二世暴虐 南越可自成一诸侯 于是任敖死后 赵驼美滋滋的自立为南越王 后来汉朝建立后 南越向其称臣 可惜好景不长 南越国最终被汉朝所灭 二 北极匈奴的三十万大军 公元前215年 在做了五六年充分准备后 威震漠北的大将军蒙田 率三十万大军北进攻击匈奴 展开殊死决战 一战夺下了河套地区 匈奴的残部望风而逃 远顿大漠 面对打得赢 却打不死的匈奴人 三十万凯旋的秦军转攻为首 就地开始修筑起长城 此后秦始皇长子扶苏 与蒙田长期驻守上军 长达十余年 防范匈奴人再次难亲 长城大军在蒙田被害死后 由王俭的孙子王黎统领 这三十万大军 是大秦帝国真正的王牌铁军 秦末各地起义之时 秦二世命令王黎率大军南下 但蒙田含冤而死 导致士族寒心 对秦二世的命令极其不爽 王黎留下十万人继续戍边 只带了二十万左右的兵马 磨磨蹭蹭走了三年 才与张寒的囚徒大军会合 面对起义群雄 王黎号称精锐的长城军 实在没有什么亮眼表现 让人大失所望 相比之下 反而是张寒的杂牌军 更像大秦的虎狼之师 王黎先是被刘邦 在承阳难打的抱头痛哭 没多久 又在杠里被刘邦再次教育 实在是狼狈不堪 王黎虽是名将之后 但史书中 却没有具体记载他的功绩 很让人怀疑 他是不是躺在副祖功劳不上的名将 被打得满头包的王黎 率领十万残部 与张寒军会合于巨鹿 准备围攻赵国 不久后 楚国的上将军 项羽率领五万储君 前往援救赵王 巨鹿一战 项羽已少胜多 大破秦军四十万 秦朝已然名存实亡 王黎的长城军团全军覆没 张寒投降 王黎被俘 此后再无史书 记载王黎可能被项羽所杀 三 张寒的二十万囚徒大军 秦二是夺取地位后 耳闻的各地起义 全都是群道风起 既然只是道 那就交给当地郡县 自行剿灭就是了 因此 秦二是根本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每天还在和众妃子息息 赵高之流 还在继续给秦二是谎暴军情 暴民几倍击溃 秦军正乘胜追击 直到有一天 陈胜吴广的起义大军 一路西进 势如破竹 陈胜麾下大将周文 更是攻入寒谷关 直抵细水 距离咸阳 只有百里之遥 咸阳周边的守军 只有五万左右 朝廷上下 鸡飞狗跳 此时争调 南海郡的任敖大军 或者北方王黎的长城军 早已远水不解尽渴 眼看大秦帝国 已经微如雷软 秦二是这才下得 手足无措 生死存亡之际 站出来的却是个任少府之职的文官 张涵 张涵建议大赦 离山修皇陵的七十万囚徒 发与兵器 由他亲率前往剿贼 本来就没多聪明 这时又被吓得 袖斗的秦二是 赶紧满口答应 这数十万囚徒 多是关东人士 其中不乏向英部 这样的亡命豪杰 虽然忠诚度非常可疑 但是战斗力应该没太大问题 张涵把七十万囚徒 整编为二十万精锐之师 就这样 张涵率领这帮乌合之众 三次大败周文 搞到他自杀 周文被灭后 张涵大军东出寒谷关 迫使陈胜顿走 闭关死守 陈胜也最终被手下车夫刺杀 首义的张楚政权就此土崩瓦解 此后 张涵军团一路向东 连续击溃为其储等国的军队 并在定陶之战中 振斩项羽的叔父项梁 定陶之战后 秦朝廷向张涵军增派兵马 囚徒大军真正成为了虎狼之师 张涵靠一己之力 硬是撑起了秦朝这片 俨然要坍塌的天 随后张涵认为楚国以不足为患 提兵北上与王黎会合 镇压赵国 但就在赵国聚入之地 张涵却彻底栽了一个大跟头 也许他始终没想明白 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像羽这种疯子 聚入之战前 敢打硬仗的张涵突然变得很反常 把主公的地位让给了王黎的残军 自己跑去干起了后勤 这又是在闹哪样呢 原来秦军围攻聚入时 赵高已经彻底掌权 逼死了李斯 逢去几等大臣 朝中好友司马新带来了个坏消息 赵高弄权 张涵战败死 战胜一死 由于张涵的不安和消极 聚入之战的局势 彻底发生了改变 王黎的长城军团 也在聚入之战中迎来了末日 如果此时张涵军能够出动 项羽必然会父辈受敌 受到南北夹击 然而张涵军却按兵不动 和诸侯联军一样 选择坐壁上官 一场秦朝廷中枢的内讧 彻底成就了项羽战神之名 也断送了大秦帝国的国运 张涵身位俱下的 头到项羽麾下 二十万囚徒军 却不被项羽信任 在新安被坑杀 在项羽分封天下时 张涵被封为雍王 但同时 却也被三秦父老封为秦坚 在后来 在韩信大军的铁蹄下 张涵未能支撑多久 变兵败自稳了 过完了自己充满矛盾的一生 回首张涵 他差一点就成为秦朝最后的守护者 其实 秦始皇给秦二世留了一副好牌 只可惜出牌的秦二世 真的太二货了 硬把人逼得不愿意给他打仗 只能靠一个文官 带着几十万囚徒 去四处灭火 都已经这样了 最后秦二世和赵高 还不停地想把张涵给杀了 可怜张涵 最终只剩下投降项羽一条路可走 大秦帝国 真的是被秦二世自己 给玩着玩着完美了 大秦帝国 最后秦三世贵汴 最后秦三世的地 达山涵 最后秦三世